有必要邀请行政院或相关部位来讲清楚说明白 不是基于国民党的选情 在选前三四天的时候 当成是这个立法院临时会里面攻防 那是不是在野党告急 很多在野党自己心知肚明 立法院召开党团协商有点小火花 蓝白阵营近日评工高端疫苗合约不公开 更喊话召开临时会 我们党显如俱雄 没有招乱搞一碰 党团协商近一个小时后 有共识将在周二早上九点 请行政院长陈建仁跟各部会首长 针对高端争议专案报告并备询 不过蓝白主帅在隔空请要 说国会要讨论 你赶快公布嘛 那请大家对这个问题就很想 对民进党的了解 那一定有做准备 计约叫什么 冰山之一角 问题是你知道 那个一位是怎么过的 在野党挑在选前再翻高端疫苗就案 被绿营认为政治操作 媒体人汪杰明就翻出过去高端公司公告 打脸在野阵营 2022年10月31号 高端公告指出 公司与机关署签新冠疫苗采购合约 综价金额40亿3000万 公司财报销售金额扣除营业税 及部分批次延迟交货扣款 累计营收36.2亿 预计总任列营收36.4亿 实际营收任列与合约履行价金一致 这一年多前就曝光的资讯 让汪杰明嘲讽弊端在哪 回忧于作为新北市消失的市长 要多读书啊 对于蓝白的质疑 赖清德也正面回击 我的态度没有改变 那现在立法院已经要进行临时会讨论 那我们就交给国会好好来讨论 我相信啊 真理会越辨越明 明说公开没意见 不过选前关键时刻 蓝白的动作频频 难免被连结意在赚取选举红利 所以黄金城郑凯中